大家好,我是博满澳财投资分析师Johnny张小卫 每年8月都是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年度财报季 本月我将为大家带来澳洲股市一系列重要公司财报解读 欢迎持续关注 本期视频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次财报季中最先发布的年报 也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公司之一 利托Rail Tinto 去年铁矿石价格大涨 铁矿厂商可谓在财报季中风光无限 而今年情况却大不相同 自4月之后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跌 和紧张的供应链情况 让多数矿企不得不对其业绩发出警告 利托Rail Tinto在财报季中提及 就未来的经济形势表示担忧 同时考虑到二季度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 生产成本的增加 公司下调2023年财务预期 从上周发布的最新2022年财报来看 上半年整体财务状况走弱 较2021年同期 EBIT下降26% 自由现金流下滑30% 公司净现金仅为3亿美元 下滑超过80% 因此本次利托派息率 也低于过去三年平均水平 仅为50% 之所以利托财务表现不佳 主要因素还是由于铁矿石所导致的 首先利托主营业务中包括 铁矿石、铝矿、铜矿 其中铁矿石占营收半壁江山 但其收入下滑超过三成 即便其他业务 例如铝矿等业务 得益于价格的增长和市场需求的提高 但也难以弥补铁矿石带来的巨大营收缺口 在美联储加息之后 铁矿石的价格从高位迅速下滑 较今年3月的历史高位已经跌幅超过45% 根据利托测算 铁矿石价格的下跌影响了公司超过57亿美元的收入 其次铁矿石的生产成本仍在不断攀升 一方面由于柴油价格的提高 引发运输成本的激增 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短缺 导致人力成本的上升 利托宣布 公司铁矿石平均每吨生产成本 从去年的18美元上涨至22美元 运营成本的增加导致公司营收降低12亿美元 同时公司将其整体利润率 也从此前的61%下调至50% 我们认为预计在未来的6个月之内 利托将持续受到加息 铁矿石价格下滑的影响挤压半年利润 同时股价也将继续承压 投资者仍需谨慎考虑 如果您对澳洲股票投资感兴趣 欢迎留言或私信小编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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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